美国的佛洛伊德之死 引发了2020年大规模的黑朝抗争 终于判到司法正义了 因为涉嫌执法过当的白人警察沙文 在过程当中是用膝盖压住非裔男子佛洛伊德的脖子 导致他窒息死亡 现在陪审团裁决 沙文是犯下了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 二级的过失致死罪 三项的罪名全部都成立 法官宣布判决之后 在明尼苏达州的佛洛伊德广场 响起了阵阵欢呼 高呼正义终于获得胜章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 遭白人警察用膝盖压脖子致死的案件 陪审团在长达10小时的商议后 终于达成共事 戴着口罩一边听法官宣判一边皱眉的 就是被告白人警察沙文 他除了二级谋杀罪成立 三级谋杀以及二级过失致死 三项罪名也全都成立 关心慈安的团体齐聚在明尼苏达州的佛洛伊德广场 一听到判决结果出炉 开心的尖叫拍手 双手合十感谢上帝 认为正义总算获得胜章 总统拜登也在第一时间 致电给佛洛伊德的家人 表示上帝让他们看到一些正义的存在 也向家属表示 佛洛伊德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 判决后拜登也在白宫发表谈话 他说沙文杀害佛洛伊德的罪名成立 是打击种族主义跨出的一大步 至于沙文犯下的二级谋杀 最重可关四十年 三级谋杀最重关二十五年 二级过失杀人最重判十年 法院将在八周后宣布量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美国另外一项恶名昭彰的暴力 就是枪支滥用 在过去一个月打到了高峰 统计从三月到现在 全美至少发生了47起的枪击案 光是上个周末 就有两起枪击案的凶手还在逃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忙不过来 无法处理 因为目前基础建设法案 正在跟国会磨合当中 还有各个地方政府 都忙着力拼疫情之下的重启 防堵疫情回温的可能 所以现在美国从中央到地方 都可能无暇来顾及枪支管支的必要性 现场层层封锁 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士 当地时间周日凌晨惊传枪响 男子在酒吧突然开枪 造成三死两伤 虽然警方将此案定调为单一事件 但17 18号两天全美枪案连连 德州奥斯丁警用直升机不断来回盘旋 搜索枪手下落 41岁的布罗德里克 18号在一间公寓内开枪打死 一男两女后逃逸 他曾被控性侵儿童 而且还是一名前执法人员 两起枪手在逃的命案人未了结 路易斯安那州还有一起吊诡的枪击 事发在一名12岁南童的生日派对上 6人遭到枪击受伤 凶嫌开枪动机不明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场户外演唱会 也传出以枪支有关的意外 有观众误将丢麦克风的声音 认为是枪响 惊慌逃跑过程中 不少人受伤挂彩 密西根州石南木购物中心 上周五遭枪手闯入 涉及一名男子之后就逃逸 根据CNN统计 过去一个月来 全美至少发生47起枪击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16号才呼吁国会 尽速就枪支管制进行立法 但繁琐的基础建设提案 正卡在国会 可能要拖上好几个月 加上民主共和两党 对枪支管制 始终没有共识 拜登政府面临新冠疫情 经济复苏和基础建设案 三重夹击之下 恐怕已经无暇 在此刻处理枪支问题 但经历一个月的暴力高峰 美国在国际间的形象大损之外 心理学家更忧心 恐怕会让美国大众丧失 对枪支管制的重视 明尼苏达州的法院大楼外 近期天天都是这番景象 人们高声几乎不想再看到 有人命丧警方枪下 美国警察滥权争议 造成种族之间的仇恨 也在枪支暴力中迅速升温 审判近两周的弗洛伊德案 已经进入最后结变阶段 前援警萧文被控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 最高可能判处四十年有期徒刑 但双方都有相当强烈的证词 我看到他的肩膀的位置 在图片里的图片 对吗 那一个合理的人 会有两个手和一个小的背 只能躲着舒服 对于他仍然躲着 你还说躲着舒服 或者躲着舒服 湘文如果无罪开示 恐怕将让全美多个城市 陷入暴动状态 美国只能NBA已经告知球队 要做好严赛的心理准备 就算公平正义真的来临 也会让弗洛伊德成为是单一个案 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一直在发生 根据美国媒体Vox统计 美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百分之五 私人枪支却达世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 涌枪比例之高 让美国枪支暴力宛如恶性循环 不断发生 QBS新闻继续报道 再来关注到美国联邦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4月20号进行了审理年度运算的听证会 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司令 接海军上将理查德 还有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出席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 理查德表示 大陆是美国的重大的战略威胁 尤其解放军的军力快速的现代化 核能力的扩充速度更是前所未见 他也说美国不能再假设说 在冲突中战略失败的风险还是低的 而事实上 在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行动凸显 中国大陆正在以多样性的作为 忽视国际规则和美国的威慑力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能力 在亚太地区执行核使用的战略 预计也很快会具备跨洲际的核使用能力 美国必须警戒 而同一时间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20号和八个国家的人权人士 进行视讯会议 而当中有一名中国的人权律师 他就建议 美国政府和大陆官员会谈时 应该要求北京当局 要把这些新疆拘留营的背影 失去自由的维吾尔族人 并且还有一些政治犯应该要示范 甚至呼吁美国还有盟友 要应对2020北京冬季奥运 进行外交的抵制 不过现在美中对立的态势 还在持续当中 当然近期举行的博鳌论坛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会放弃这个放话的绝佳场合 来看到习近平到底说了什么 他其实也表示说 博鳌论坛今年的主题 要谈到的就是同舟共进 克服时势的艰难 命运与共 共同创造未来 但是话锋一转 他就说这个世界要公道 不要霸道 人为的竹墙脱钩 损人不利己 似乎是暗指了 过去川普时代的对中政策 而另外他也提出了 反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抗 这样的喊话 被很多的国际政治专家说 这难道是习近平捡到枪 对美国的谈话亦有所指 并且非常的强硬 不过还要来看到 在气候峰会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有说 大陆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 可再生能源专利 他说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当务之急 就是要重新拿回 绿色革命相关科技的领导地位 才有办法在未来的绿色科技这一块 可以跟中国大陆进行竞争 不过同时再重新聚焦到 不忘论坛 到底中国大陆释放了 什么样的讯息以及政策 来看到的是 他们说这一届的论坛 是邀请世界各国来解读中国大陆 共享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也重新提到了一带一路的政策 而同时在联合国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 大陆跟区域组织会建立伙伴关系 从来都不是要针对第三方的 所以目前美中角力的态势 还没有停歇 未来恐怕还值得观察 第二世界波欧亚洲论坛登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仍没有到现场 倒是透过视讯把美国酸了一顿 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前途命运 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 强加于人 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 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带节奏这三字 习近平讲的吭枪有力 而这段谈话很明显的也是在批评美国 习近平称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 但这跟解放军在南海的行径有所抵触 而他也再度搬出大陆外交部的金玉良言 要其他国家不要多管闲事 国与国相处 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挺在前面 动辄对他国依旨 其实干涉内政不得人心 美日峰会发的声明提到了台海稳定的重要 惹恼了北京 要美日恪守一中原则 美国国防部被问到 美日需不需要为台海冲突制定作战计划 发言人称 没有人乐见因台湾议题而引发冲突 大陆外长王毅代表习近平出席列恨国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时继续炮红美国 称中国与区域组织建立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不用武力威胁不搞地缘政治 大陆对美方的批评没停过 但再过几天 中美领袖即将要透过视讯展开对话 中方不仅不会缺席 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方 美中气候特使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两国均期待这次气候峰会被解读为习近平将出席 大陆媒体也称中美关系虽然沾染负面情绪 但没有影响到气候变迁的相关合作 这展现出中方的大国担当 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 再强化政策措施 推动绿色地毯转型 但也有分析指出 大陆没有明确表态习近平是否出席 是为了营造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气势 因为气候峰会没有中国参与的话 等于是白开了 气候峰会召开前大陆给美国下马威 而拜登政府则是向国内喊话 说要引领绿色革命 才有办法与大陆竞争 布林肯称中国在太阳能板 风力涡轮 电动车等绿色能源领域 是最大的生产与出口国 如果美国再不聚焦绿能 环境跟就业可能会双输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还要关注另外一个大国 俄罗斯恐怕今天也会局势动荡 因为总统普琴本来要在今天 发表国情咨诺的演说 不过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的支持者 他们要计划在俄罗斯全国各地 发动大规模的示威 抗疫囚禁 让纳瓦尼的健康再度恶化 而普琴是预计今天 在台湾时间下午5点发表演说 但是内容本来是要聚焦 如何提振经济 还有遭受到外国制裁 如何因应 以及低油价 以及疫情的严重冲击 不过纳瓦尼的支持者 已经预告了 他们要发动全国示威 在100多个城镇进行 所以东岸的海参灰会先登场 而支持者表示 纳瓦尼现在可以说是命在旦夕 必须要获得正确的医疗救治 而之前支持纳瓦尼的示威活动 都被武力驱赶 有数千人被俄罗斯当局逮捕 而目前当局也警告 21号也就是今天的示威 是非法活动 届时恐怕就会上演激烈的 竞云冲突 不过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 战火将至吗 因为现在传出 有15万名的俄罗斯大军 集结在边境 这到底为什么导致俄罗斯方面 还有乌克兰方面 他们的情势升温呢 来看到本来是俄罗斯 先在外边境来增兵的 而在这个月 4月6号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高调的说 他希望可以加入北约组织 引入欧美的势力 增加底气来对抗俄罗斯 并且他还说了 欧盟应该硬起来协助乌克兰 抵挡俄罗斯这样的话语 而来看到的是 这一次发生边境争议的 其实是顿巴斯地区 这个地区向来就有乌尔冲突流血的历史了 2014年的时候 乌克兰的亲俄总统 被亲欧派的势力驱逐下台之后 就冲突不断 甚至爆发了顿巴斯战争 有1.4万人牺牲 而到了2020年 乌尔边境达成了停火协议 但是到了今年 俄罗斯单方面的增兵 导致现在双方互相指责 而且现在局势非常的紧张 而另外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 就是先前的克里米亚半岛了 我们来看到克里米亚半岛 本来它是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 俄罗斯出兵兼并了这个地区 当时也引起了国际哗然 不过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 反对于乌克兰还有欧盟 以及美国方面的论述 他指控最近的边境会很紧张 都是因为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炒作了民粹 同时也批评 美国还有北约的军队 劳过界管太多了 砰的一声地雷引爆 这已经是乌克兰士兵的日常 每天都要解决 从另一端投来的地雷 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 民众家门前墙壁上全都是满满弹孔 从这就能看出 俄乌边界的战火越来越激烈 路上随便都能看到炮弹或是地雷的外壳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先违反停火协议 最近更直接对民宅空投地雷 两国兵临开战边缘 引发北约欧盟高度关注 欧盟更指出 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俄乌边界集结了15万大军 欧盟的担忧不是没原因 因为两国军力确实有段差距 根据统计 俄罗斯现役军人总数为101万有4000人 还有20万的后备军人 乌克兰则是有25万有5000位的现役士兵 90万后备军人 军费支出方面以2019年为例 俄罗斯就支出了650亿美元 占整体GDP的3.9% 乌克兰则是支出约52亿美元 占整体GDP的3.4% 以整体军力来说 俄罗斯排全球第二 乌克兰排第25 也因为这样 乌克兰积极寻求外援 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的呼吁 俄罗斯外长回得强硬 美国军舰日前才取消进黑海 不过现在传出是英国的军舰准备出动 而乌克兰也打算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展开反恐演习 乌克兰几乎每天都有官员前往边界 警告俄罗斯不要乱来 再加上现在北约欧盟美国都紧盯 让俄罗斯气得批评 西方国家都在造谣 但俄罗斯自身恐怕就有一个难以忽视的内部问题 那就是普京的头号政敌纳瓦尼 纳瓦尼入狱之后从三月底开始绝食 至今已经非常虚弱 传出已经被转移至欲求专用的医院 美国祭出严正警告 俄罗斯否认纳瓦尼健康恶化 还表明正在使用维他命帮他治疗 但是却把纳瓦尼的医疗团队挡在门外 医疗团队指出 纳瓦尼现在血液中的假浓度过高 可能会出现肾衰竭 有猝死风险 律师也表达忧心 支持纳瓦尼的反普清势力 高度关注事件发展 还放话要集结抗议 欧盟也警告俄罗斯得确保纳瓦尼好好活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缅甸的军政府 持续的打压新闻自由 从二月政变以来至少拘捕了71名的记者 现在连外国的媒体也不放过了 今年二月一号被捕的日本记者北角玉树 驻家再度被军方闯入 并且把人抓走 日本政府已经介入协调 要求缅甸军政府立刻放人 民宅起火冒出浓浓烟雾 居民轮流提水往民宅坡即灭火 周一缅甸第二大臣曼德勒 网友指控缅军纵火乱烧民宅 民宅烧到焦黑毁损 四辆摩托车也受波及 同一天在仰光的阿波罗饭店外 也有大批军警集结 缅甸政变悲歌持续上演 过去曾被军警逮捕过的日本记者 北角玉树二度被抓走 北角玉树18号被捕的前几个小时 曾在脸书上传一段 日缅佛森于东京追到缅甸示威牺牲者的画面 当晚又目击者看到 军警搜完住所后搬走一箱物品 就将北角压上车 北角在今年2月26号 首次被军警逮捕 成为军方政变以来 首名被捕的外国记者 不过当天她就获释 这次什么时候会被释放 还没有答案 她是当地媒体秘之纳新闻的女记者 连她在内同组织 还有两名记者被逮捕 缅军不断打压新闻自由 从2月政变以来 已有71名记者被带走 网络上还传出疑似 记者遭虐的照片 欧盟宣布在制裁缅甸军政府十官员两企业 另外由被罢免国会议员所成立的全国统一政府 也希望加入东盟峰会 结合外国势力终结军政府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纽约时报最近报导 疫情让大陆遭到可乘之际 台湾和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的邦交拉警报 不过巴拉圭的总统阿富多表示 已经确认要从印度采购200万剂的疫苗了 另外印度也赠送第二批10万剂的疫苗 会从印度4月22号正式出货 其他的疫苗也陆续抵达巴拉圭 阿布多强调 巴拉圭不接受大陆用疫苗进行外交勒索 而台湾的外交部先前也对此说明 巴拉圭的疫苗危机正在慢慢解除当中 台湾和巴拉圭的邦尼稳固 而阿布多也同时强调 巴拉圭乐意从任何地方买疫苗 但是不会接受勒索 而巴拉圭也愿意跟大陆药厂 进行直接不限制巴拉圭外交关系的沟通 日本又爆发了第四波疫情 周二大阪的单日新增有1153例 再度创下新高 而重症病床的使用率达到了110.7% 那么日本政府已经接受大阪当局的请求 颁布了第三次的紧急事态宣言了 颁布的时间点还没有进一步的确定 而东京现在也是疫情升温 也要考虑跟进 开幕进入倒数的东京奥运 再度增添了新变数 大阪周二下午拍板定案 将要求政府颁布第三度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恐怕将第三度封城 大阪疫情现在是日本重中之重 周二新增1153例 创下时尚新高 累计近7万人染疫 死亡数飙迫1万2千人 重症病床使用率110.7% 以及有重症病患无病床可用 同时东京疫情也在升温 周二新增711例 比上周二多了201人感染 会不会跟进大阪 本周内会有答案 变种病毒肆虐下 日本第四波疫情大爆发 考虑继东京和大阪等六个都府县后 再对爱知县 神奈川县 奇遇县 千叶县等四县升级防疫措施 东京奥运能否如其登场 再度引发质疑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美国记者会上重申东奥飞办不可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将在五月中 如其前往广岛出席奥运生活传递式 尽管日本政府挂保证会全力打造 让运动员安心静赛的东京奥运环境 但疫情不断升温 也让东京奥运再被打上一个大问号 全世界最年长的君王 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庆祝95岁的生日 不过日前她的夫婿菲利普亲王才刚刚逝世 所以不会举办公众的庆祝活动 这一次生日也是女王73年来 唯一没有丈夫陪伴的生日 而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是在1947年共结连礼 坚定不移的情感是英国王室永远的佳话 而菲利普亲王在9号逝世享受99岁 英国王室在17号举办了葬礼 在文莎城堡送亲王最后一程 那么目前女王还有皇室的成员 仍在扶桑期间 所以不会公布女王的照片 女王也打算低调度过95岁的生日 可能会在文莎堡和亲近的家族成员 享用安静的午餐 也会和乔治王子夏绿帝公主 以及路易斯王子视讯连线 而过去女王的生日 海德公园还有伦敦塔都会名枪庆祝 今年也取消了 有英国媒体发现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结束后 嫂嫂凯特王妃和威廉哈利边走边说话 还贴心的促成两人破冰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结束后 媒体相当关注威廉与哈利王子的互动 重看当天的画面 一行人不出教堂 威廉走在前头 妻子凯特在哈利与威廉中间 这时媒体发现 凯特的步伐稍微放慢一点点 似乎是要让哈利跟上哥哥 兄弟俩可以单独聊一下 凯特跟着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后 就让他们单独谈话 自己去跟其他家族成员聊天了 画面一曝光不少人称赞凯特的贴心举动 帮助两人打破僵局 成为让兄弟和好的破冰者 至于两位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储 则是在葬礼结束后 把威廉哈利都叫去私下谈话 试图解开兄弟心结 嫌少在镜头前显露出情绪的查尔斯 被拍到落下男儿类 太太卡米拉还拿出手帕给予安慰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还是葬礼上孤单一人的女王 21号是女王95岁生日 王室取消发布官方照跟放礼炮 外界盼望威廉哈利和好的消息 能够让丧父的女王心情好一些 古巴的共产党宣布将由迪亚士卡奈 取代劳尔卡斯楚 成为共产党新领导人 这也为着终结了卡斯楚兄弟 长达60年的统治 拥抱举起89岁即将卸任的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楚的手 现任总统迪亚士卡奈 将接任古巴权力最大的第一书记的位置 象征古巴60年来的卡斯楚兄弟时代 正式落幕 三年前接替劳尔卡斯楚 成为古巴国家主席的迪亚士卡奈 现年60岁 2009年入中央政府前 是两个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 他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 任教育部长和副总统时期 主张扩大网络使用 自己开会时也带平板装置 也会定期推文 展现现代化的一面 但他也一再强调 不会让古巴脱离现有的 一党社会主义体制 古巴革命一向是卡斯楚政权的根基 但如今连接棒的迪亚士卡奈 都是在革命后出生 1959年 斐戴尔卡斯楚 推翻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 成为苏联的盟友 从此掌权古巴 历经美国九任总统 CIA中情局 曾对他发动638次暗杀 但都没有成功 美国叫他独裁者 古巴人则称他为最高领导人 连同他的副手弟弟劳尔 卡斯楚兄弟 统治了古巴一甲子 2006年 古巴经济在苏联垮台后 依旧陷入泥闹 卡斯楚也因不明原因生病 之后公职就渐渐由劳尔取代 也开启新一代领导交接 劳尔深知 要带领古巴走出困境 必须进行经济改革 开放经济 在未十年后 他就把政府基本运作 交给他清典的接班人 迪亚士卡奈 现在他正式退休 古巴人有不舍 也有期待 没有卡斯楚兄弟的古巴 目前看起来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个有待重整的经济 一党专政 与美国关系紧张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在担任前总统欧巴马副手时 驻美股关系破冰 走向正常化 放宽汇款和旅游限制 但到了川普时代 全面反转 走回制裁老路 去年总统大选 古巴以美国人挺川普的外交政策 让拜登失掉佛舟 现在也不敢轻易让两国关系为暖 说白了国事如麻的拜登政府 现在无心也无力处理古巴问题 但古巴人希望美国能对他加勒比海的岛国邻居 一千一百万人 解除长达六十年的禁运 战古巴GDP约十分之一的观光 这一年来因新冠疫情重创 去年春天一度关闭国门 十一月重启后 又面临新一波疫情升温 过去一年 观光客从2019的四百多万人 降到约一百万 2020国家经济也萎缩百分之十一 连基本的民生物资都缺 现在观光业只能寄网疫苗 古巴长期发展生技产业 目前尚未购买任何外国疫苗 本土疫苗有两支进入最后试验阶段 要力拼在后卡斯处时代 带领这个共产国家走出新冠疫情 新加坡有一间新创公司 利用热带水果菠萝蜜打造类似手撕猪肉的质感植物肉 话题十足 成熟的时候果肉香甜又人 但菠萝蜜这种水果想吃进嘴里还得费一番功夫 对主厨来说这可不是一种友善的食材 但这间新创公司却看到它的潜力 想要利用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打造一种全新的食材 从制作植物肉以泡而红的Impossible Food离开 Karana的两位创办人不想利用化学物质制作素肉 决定打造一款完全不含添加物 由菠萝蜜植物油还有盐制作成的产品 目标就是想要取代亚洲市场消费量最大的一种肉品 从2018年在新加坡成立 Karana成为亚洲第一家专门制作植物性替代肉品的新创公司 不只是利用菠萝蜜仿造出逼真的口感 Karana这款肉类替代食品更要确保维持生态平衡 业者向中了斯里兰卡的菠萝蜜 原本在当地盛产的菠萝蜜几乎是一顿又一顿的被浪费掉 现在希望借由新创公司的合作能改善当地小农的生活状况 新创公司解决了繁琐的材料处理 新加坡9间高级餐厅都在使用这种新式的环保替代肉品 下一步还要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准备在香港试水温 目前这间新创公司已经获得170万美元的融资 未来还准备建立实验室 创办员表示全球可食用的植物就高达15万种 但市场上的消费却只有150种 因此市场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要寻找对环境友善的肉类替代品 来缓解高污染虚木叶破坏生态所造成的危机 体验新闻组组报答 日本的高级网纹哈密瓜价格昂贵不是人人吃着起 不过现在马来西亚的农民种出了平价版 比日本进口便宜了三分之二 农场里一颗颗说到饱满的哈密瓜 让人看了垂涎欲滴 一位马来西亚农民从日本引进网纹哈密瓜阿鲁斯品种 经过十多年的试验终于成功 要在炎热潮湿的马来西亚 种出还日本温带气候一样的味道 农民下足功夫 前后试了三种不同肥料 找出对哈密瓜有用的营养素 也亲自拜访日本农场学习种植技术 借助LT物联网远端检测温室温度 哈密瓜生长状态 调节养分和灌溉量 最重要的美味秘诀 他透露是用软布按摩哈密瓜表面 同时在温室播放古典乐 刺激哈密瓜生长 农民自豪地说 他们温室里的每一颗哈密瓜 都像艺术品 因此一颗售价高达40美元 折合台币约1200元 比起日本进口的高级品 便宜了三分之二 第一批收成的200颗 销售一空 蔬果种植是一门学问 最近在泰国首都曼谷 兴起了都市农业 泰国小农在屋顶开设小型农场 屋顶农场的肥料来源是回收厨余 倒入大型研磨机搅拌利用 种出来的蔬果 卖给当地民众和餐厅 免去从产地运送的路途 达到环保减碳 现代人讲求养生 不使用农药的屋顶农场 成为当地婆婆妈妈的新选择 食物风潮不断转变 在德国则是有创新甜点出炉 德国民众亦去排队进入面包店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甜点 让大伙即使在疫情时期 也甘愿外出抢购 店员从冰柜端出来的这个可送蛋糕 就是当地最夯的人气甜点 想吃可送还是杯子蛋糕 不用二选一 两者和为一 取名为Crawl Cake 外表酥菜的可送 加上香甜可口的奶油馅和果酱 用看的就知道热量不低 许多人莫名而来 老板透露 育人上瘾的可送蛋糕 热量可能达到500到700卡路里 一般女性吃一半就饱了 甜食能够疗愈疫情苦闷 先是再说 明天再减肥吧 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的资安业者提出了警告 中国大陆的骇客疑似 陷入了私人企业的虚拟私人网络VPN 一举入侵美国的国防产业电脑网络 这间公司叫做火眼 他在网织上说 至少有两个跟中国大陆有关联的骇客组织 透过了VPN的漏洞入侵攻击目标 其中一个骇客组织 甚至是直接听命于中国大陆的官方指挥 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 大陆的骇客利用了恶意软体 企图劫持用户和管理者的身份 想要进入美国的国防产业 多家公司的系统 除此之外 美国和欧洲政府的金融业者 也都被锁定了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负责网络安全的部门就警告 已经有留意到 有关设备持续被利用损害 而美国的政府机构 重要的基建实体和私营单位 不过他并没有指出 究竟有哪些机构已经被害 而在今年疫情之下 全球首个A级车展由上海的车展拉开了序幕 BMW日产等外资车器和大陆车器比拼 首秀的车型多达了60款 才在驾值百万的特斯拉车上 这名女子大声救收 身上穿着的白衣 还印着醒目红字 刹车失灵 特意要在上海车展 这天给车伤难看 女子行为引起众人围观 保安随后将她驾走 而这名女子之所以气氛抗议 是因为今年2月乘坐父亲驾驶的特斯拉 疑似刹车失灵 酿成车祸 但特斯拉指事件仍在处理中 而且对方一直要求退车 却不接受第三方检测 理清事故真相 尽管在车展上发生抗议插曲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在大陆市场销售依旧亮眼 光是3月Model 3 Model Y 两款车家总卖破3万5千台 刷新单月新高纪录 作为疫情下 今年首个国际A级车展 上海车展 电动车更是当中主流 B&W日产和丰田等外资车企 和大陆车企奇秀新车 占地36万平方公尺的展场空间 首秀车型达60款 上市新车也有约百款 为了符合趋势 像是丰田就借此宣布 计划在2025年前 要将旗下电动车款 从目前55款 扩大到70款 而新增的15款车 都会是纯电动车 瑞典Volvo 大陆极力汽车联合开发的 高级电动车品牌 Postar 也带来全电动车款 Postar 2 强势 这股电动车风潮 大陆科技业巨头们 当然不能不跟紧 华为和北汽旗下高端电车品牌 吉胡合作推出的纯电动车 Alpha S在上海车展首发 使用华为打造的车用处理晶片 搭载鸿蒙作业系统 除了新车亮相 20号起 华为旗舰店也要开始卖车 推出的首款车为赛利斯SF5 高性能电驱轿跑SUV 今天A股无人驾驶板块 掀起涨停潮 截至收盘 板块内有汉川智能 高新兴 联创电子 东风汽车等19只个股涨停 华为正式进入买车行列 倡望大陆股市电动车 无人驾驶板块 比华为走一步 和上汽一起送车的阿里巴巴 首款量产车 至极L7 主打是全球首款 能无线充电的纯电动车 我们这台车它可以自动的停到您的车库里面 然后你只要走开就可以了 你都管它 因为它是无线充电 它自动匹配无线充电桩 直接开始无感不能 百度在车展里则秀出自家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 使出那个城市高速路 然后是一个汇流 然后右转 试车员双手不动 全靠自动驾驶 百度夸下海口 目标未来三年 向超过百万部汽车提供阿波罗自驾系统 预计新年下半年开始 每月都会有一款搭载系统的新车面试 车展已经不再单纯绣车 汽车形同科技产品 市场研究机构IHS指出 去年全球汽车销售因疫情萎缩15% 而今年大陆市场将是复苏主要贡献者 预估全年销售将恢复为2490万台 实现5.6%的增长 瞄准这块大币 车市复苏 首站从上海车展出发 TVBS新闻综合报道